光复乡泰巴朗部落 堪称全国阿美族最大的聚落 传统文化历史悠久 地方部落早年也积极地争取 设置文物馆却都没有下文 不过部落和地方公所并不放弃 近年来四处地奔走争取 获得了县府支持 补助七千多万元经费 在泰巴朗祭祀广场 辟建部落文物馆 今年的八月封年季过后 是正式的动工新建 部落族人期盼 未来能够提供传统文物收集保存 也进一步传承发扬阿美族的文化 大型积聚在泰巴朗部落 即是广场旁的工区内 来回不停地整地开挖 准备辟建部落文物馆 部落族人看了也满心期待 因为争取多年 设置部落文物馆的心愿 终于能够实现 泰巴朗部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部落 也是全国最大的原住民部落 当然相对的 我们的文化历史的呈现的东西 是非常的广泛 非常的多 所以当时我们经过部落的讨论之后 希望部落能够有一个 属于自己部落的文物馆 光复乡 泰巴朗部落为全国阿美族 最大聚落文化历史悠久 也保存最完整的传统记忆文化歌谣 以及传统生活规范 然而堪称是活的阿美族部落文化图书馆 许多珍贵文物史料 却无处保存 部落族人万喜 近几年更是积极四处奔走争取 终于获得县政府支持 补助7000多万元来兴建 纵观别的部落 小部落 他们都有自己的文物馆 我们常常去观摩他们 比如台东的海端 奇美部落 我们看到他们的部落的 不管是老照片 文化历史记录 都可以呈现在这个文物馆里面 那么我们希望 泰巴朗部落也是一样 可以把这样的东西呈现给大家看 赤资7000多万元的泰巴朗文物馆 今年8月份 部落封年祭典结束后 就正式发包动供新建 部落族人期盼未来提供传统文物收集保存 也进一步传承发扬阿美族的文化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